陈东创作《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圣虚》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千灵二十七集 吴轮回 现在我们的魂器对质难分上下 就看你我自身的实力了 我看你怎么活下去 罗世荣陈生说道 准金身层次的实力尽显无遗 体外爆发出一团一团可怕的能量光物 气息强大射人 附近的一群参峡层次的人胆寒一腿再腿 你算个屁啊 总是以所谓的混沌天神功的名义行使 以神奇后人自居 那是你祖宗的威名不是你的 今天虐到你怀疑人生 楚风轰的一声主动的进宫过去 另外我听你的意思 在那最古老的时期拥有人亡血统的仙民 似乎压制过你混沌天神功 所以你们才不服 有怨气 楚风做出这种大胆猜测 今天让那一幕再次上演吧 两人都爆发了 全印如虹 掌刀刺目划过天语 在他们的头上四剑魂器对质 一口魂中挡住了魂骨 打神鞭魂刀不落下风 楚风心中喜悦 这是杨坚冢化成的兵器 随着他以后不断进化 到底能强大到何等的地步 魂器下方 两人搏杀激励 罗世荣的确恐怖 一声大吼 魂力澎湃 精神光芒绽放 照亮这片区域 差点引发血色山峰上的雷霆匹来 还好 他们早已退出去足够远 不然的话 所有人都有大火 碰的一声 不远处 一座石山化成飞灰 完全是在罗世荣的一掌下消失的 魂力攻击尸体 居然也能如此可怕 这让人骇然 楚风神色凝重 但是却无拘 他的斑驳体 非常的凝实 精神力旺盛 一声奉鸣发出 他整个人 犹弱化成一头不死鸟 双臂展开间 讽刺璀 如同两柄仙剑 向着罗世荣斩去 他们 搏杀到了关键时刻 罗世荣大鹤 背后浮现一尊身影 宛若在混沌中 开天辟地 那是混沌天神宫的神明 显化一缕威压 不死鸟 冲撞那道天神虚影 光影刺目 如同天火灭世 焚烧此地 什么混沌天神宫 就那么一回事 给我去死 轰你成渣 楚风发光 运转不死鸟呼吸法 通体都是光叶 翱翔空中 不断发威 紧攻罗世荣 将他压制在下方 尤其是最后关头 他的呼吸法变了 缓程倒引呼吸法 这一意是阳间法 大日如来拳 伴随而出 轰杀向前 他的一双拳头 虽然是精神力化成的 但是 跟真实的没什么区别 凝聚符文 显化秩序出行 唯能浩瀚 砰的一声 罗世荣的天神掌 被轰穿 胸膛被砸裂 楚风的一记 大日如来拳 打在他的脸堂上 整个贯穿过去 这让罗世荣惨叫 这番攻击太猛烈了 几乎要将他的魂体打崩 他做梦 也没有想到会这样 他可是准金身层次的强者 来自混沌 天神宫 居然快让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 打爆了 你这个老天才 太没用了 给我去死吧 这种称呼 让罗世荣 倍感羞辱 这什么称呼呀 在混沌宇宙中 五六十以下的进化者 都算是年轻有为的 哪里能谈老 然而 他此刻不得不吐血 别听着因为对方真的比他年轻太多 楚风 又是一拳轰出去 罗世荣身体军力 被大日如来拳轰得满身裂痕 都快炸开了 楚风在悄然的运转倒引呼吸法 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唯有秦洛因是心神颤动 美眸越发的深邃 射出五色神芒 他确信 无轮回就是楚风 居然就在他眼皮底下 贪而皇之的 从大梦净土的神殿 来到这片世界 楚风没心 发出一道赤光 一记猛烈的精神弓杀术 轰穿了罗世荣 让他的躯体 短为两节 一道精神能量飞出 赤红光芒刺目 轰断罗世荣的躯体 让他大叫着 横飞出去 他现在都是灵体状态 躯体断为两节 意味着精神力被截断 少了一半 实力骤然下降 罗世荣低吼 这是精神在被撕裂 剧痛难忍 但是他却不敢有丝毫犹豫 想将那断掉两节灵体聚拢 袭击重新合一 楚风喝道 老天才 你折腾什么呢 死去吧 这是西洛 更是一种蔑视 他整个人发光 带动着光焰 他又滚过阳气 俯冲过去 在他头上 大中悠悠 轰然的震出一片中波 能量涟漪横扫前方 你 罗世荣惊悚 中波若是轰在 他那断掉的躯体上 肯定会导致 他的精神体瓦解 绝对的承受不住 他拼命催动 自己的三件魂器 紫色魂骨 轰鸣 如同远古天庭尘风的天鼓被人雷动 突然大响 迸发紫光 拼命阻挡 还有那魂刀发光 激射精神能量 披向前去 更有那灰扑扑的打身边抖动 发出一道又一道雷点 砖打阴神 楚风健壮 同样竭尽所能 催动头上的大中 如同大道仙中轰出可怕的涟漪 那是秩序的雏形纹路 激荡开起来 而罗世荣现在是残躯 身体断裂了 再怎么催动也大不如以前 三剑魂器威力明显下降 一刹那 魂骨被震的斜飞 发出沉闷的声音 同时精神能量撞击时 宛若火星四界 那口金色的魂刀被震的颤抖 而后倒飞出去 此外 打身边发出的浓郁洋气 以及雷霆都被中壁全部阻挡住 黑色魂中发出乌光 响声洪大 睁耳欲聋 最强大的大身边也被睁开 罗世荣 这一次你还能搅风搅雨吗 楚风在说话是横空而来 头上半人多高的魂中震动 忠博格外可怕 精神能量动荡 一下子就横扫了过去 那涟漪爆发开来 如同汪洋中一片壮阔的白色浪涛 冲击向了岸边 罗世荣哈哈哈哈大叫 他感觉大祸临头 挡不住这一击 拼命聚拢的两节身体 刚凑到一起 再次军力 关键时刻 他倒也足够果断 上半身电射而去 这半节魂体加快速度 同时 他将下半节精神能量体推出 阻挡中波 抗衡无轮回 这一刻 所有人都惊悚 无轮回头上的大钟发光 精神能量激荡而来时 罗世荣的下半节躯体 直接发出一声轻响 在原地炸弹 成为了一团 纯粹的精神能量 化作光雨 罗世荣是啊啊啊的残叫 这对他来说太痛苦了 撕裂精神 被毁掉一半的灵魂 整个人痛苦低吼 残体在颤抖 但是 他不敢停下 急速倒退 另外三件魂器 都被他接引过去 拼命防守 一声钟响 弘打而幽远 楚风头上的大钟 垂落下丝丝缕缕的阳气 还有精神能量在共振 将他守护在下方 他身上有很多阳气 弥漫开来 头上悬浮魂中 向着罗世荣逼去 这一刻所有人都动容 盯着无轮回 感觉像是一尊不可战胜的神魔 谁能料到 准今生层次的混沌 天神功的使者会大败 而且这么凄惨 被人轰断了半截身子 要知道 他的进化层次非常高 修行数十年 积淀深厚 再加上出身混沌宇宙中 灵体缠绕阳气 这时质变 深不可测 可就是这样 他还是败了 战局很可怕 没什么悬念 被无轮回一路横推 打到形体残缺 人们心头悸动 想到无轮回的来头 拥有人亡血统 这果然是震骨硕金的体质 这种战斗力太惊人了 在那最古老的时代 数位人亡病例 在他们联手时 几乎号令万族 名不虚传 果然可怕呀 盗族的金林盗子 此时都忍不住低语 想到记载于古书石碑上的史前传说 那段岁月真是惊心动魄 毫无疑问 那种时代 各种的王 身体 霸体等 肯定都在鼎盛时期 纷纷的出示对抗 不然也不会有那种大波澜 可是几位人亡 还是留下了那样惊人的辉煌传说 楚风迈步 能量气息射人 他重新运转 不思鸟呼吸法 周身都是赤胜的光叶 扬起 一缕又一缕的冒处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